基督徒是左派攻击最大的目标 他们LGBTQ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摧毁基督的信仰价值观 他们甚至想要杀死基督徒 这个说法被很多人说我在制造仇恨 他们LGBTQ的人根本就只想要做自己 他们从来不使用暴力 就算有也只是少数的人 你们基督徒才是充满仇恨的一群人 我是不知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根据是什么 这是变性人屠杀基督徒的小学之后的推文 杀死Christ Cox 我不知道Christ Christ Cox 是不是跟Christian有关系 我个人认为是有 因为拼音的方式跟发音的方式 我们继续看下去 把Christ Cox的头砍下来 侧踢Christ Cox到水泥墙里面 把Christ Cox们的婴儿灌到垃圾桶里面 把肮脏的Christ Cox钉在十字架上 摧毁Christ Cox的食物来源 把Christ Cox发射到太阳里面 Hashtag 变性人复仇日 然后还有第二个 他说他们的名字是 Audrey Hale 这个很政治不正确 因为照道理讲 他变性的名字是Aden还是什么的 OK 他们是抵抗变性人恐惧症的烈士 他们就是要来对付你们这群 充满仇恨的基督徒的论断者 就像你们在屠杀我们一样 我们会为了守护我们自己 来抵抗你们 说说 现在你的神在哪里 祷告吧 祈求宽束吧 因为我们不会展现任何的宽束 然后两张都是一个男人 染着粉红色的头发 然后拿着枪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用祷告当武器 我们的武器就是万君之耶和华的圣民 但是这不会阻止他们的暴行 他们知道 他们没办法跟基督徒的男人对抗 因为基督徒的男人不害怕 有勇气 跟随耶稣的男人是充满着爱 充满着正义的 所以他们这群变性的男人 专门挑女人下手 今天就来看一群变性人 来攻击女人 掳人勒索的新闻 我们不能一直靠政府 有些执法人员很软弱 有些很刚强 今天就来讨论一个很刚强的执法人员的例子 这个充满腐贪婪多多的时代 很多执法人员是 愿意出来做正确的事情的 不只是这个样子 保守派也正在反击 田纳西的州议会 驱逐了两个左派的立法委员 不是因为他们是左派 而是因为他们把暴徒邀请进来的州议会 干扰州议会 甚至想要阻止立法委员立法 根据左派的标准 这个应该叫做 叛变才对 但是他们却认为他们的行为 跟耶稣一样 是在抵抗暴政 为了人权发生 今天就来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同一本圣经 左派的基督徒 会有这样的想法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下面 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这个频道是100% 有你这个样子的观众支持的 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媒体 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 圣经的角度 来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新闻 不能只是看自己爽的 而是要真正的付出行动 付出努力 来维护我们的家园 维护我们的价值观 加入我们会员后 就可以参加到我们 discord的聊天室 里面100% 都是跟你一样 志同道合的人 不然 他们就不会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抵抗左派的文化侵蚀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付出 而且要合一的抵抗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滴的翻转这个世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入基督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我是Eto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保守派有一种声音 他们的说法是 女人如果要保护自己的权益的话 女人自己要起来为自己的权利奋斗 如果你们女人要保护你们自己的厕所 不被男人进去 如果女人要保护女人的体育项目 不被其他性别的人参与 如果你在更衣间或是淋浴间里面 不想要看到一个脱光的男人 猥亵的看着你的话 女人就要起来自己反抗 或是只有女人才可以保护女人 如果你们这些女人 不保护自己的空间的话 那我们这些人其实什么都不能做 如果你们都选择自残的话 那我们这些剩下的人 也只能在旁边冷眼旁观而已 这个是这个说法的逻辑 那这个说法对我一直来说都是一个 懦弱的说法 只是找理由来合理化自己什么都没做 一个合理化懦弱的一个理由 没错 女人的确需要站出来 也没错 她现在站出来的女人远远不足 但是阻止这些性别认同教育的工作 跟主要的力量 不能靠那些女高中生 女大生 那些小女生 这些不是那些小女生的责任 她们无法单独的做到 我们不能把她们丢在战场的最前线 然后就说去吧 去做炎做光吧 神在你的敌人面前为你摆设宴席 我们在教会帮你祷告 你就去公立学校奋斗吧 为了女人奋斗吧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样子做的话 接下来的事情就会发生 Post Millennial的报导 星期四晚上游泳女将 以及体育人权运动人士 Riley Gaines 遭到极端变性人的人权人士攻击 地点在三藩市州立大学的 Turning Point USA的活动之后 遭到了抗议人士物理的攻击 她被带到了安全的密室 但是这些抗议人士尾随她 而且不断的骚扰她 Riley之后把当下的影片 放到网路上 在推特上面写到 三藩市州立大学 就是一个被受刑人控制的监狱 这个就证明了 女人需要性别分类的保护空间 这只是证明了 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当他们想要封你口的时候 你就要更大声地说出来 我目前还算安全 但是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 我还是在这个所死的房间 人还是埋伏在外面 大声喊以及暴力威胁 当警察护送到我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被打了至少两次 攻击我的是一名男性 这只会让我更确信 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没错 当一群左派的僵尸在追着你打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确定你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我还没有被这个样子对待 所以我还需要更努力才对 请各位帮忙分享AI News的影片 我们的目标就是有一天可以被这个样子对待 我们来现在看一下 Wiley Gaines发出来的影片 Tr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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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I'm coming.I'm good.I'm good.Trust me.I'm good. Trans!R!I!T! Tras!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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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R!I!T! You crying? You fucking riot You fucking riot Sack you 男友在走那邰 男友ake 女友 女友 保重 男友 我的老大 女友 你哦 男人媒體 這個影片會發生的原因是因為 Riley Gang竟然敢站出來 說男人就是男人 女人就是女人 好男人不應該有權利跑到女人的更衣室 在女人的面前把自己拖光光 或是參加女人的體育項目 如果你是一個女人 然後你說 我不想要男人可以跑到我的更衣室 裡面看我換衣服 這個就是你必須要面臨的後果 這個女生在捍衛邏輯 還有人類最基本的隱私 亞當跟夏娃做的第一件事情 只是因為這個樣子 這些人就想要殺死她 這就是我們的年輕的女性需要面臨的 所以有很多女生選擇閉嘴 安靜很令人訝異嗎 有勇氣面對這個樣子情形的人 已經很少了 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 還是多大幾歲的 絕大多數的人都不想要這樣子的畫面 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事實上就是那些在這邊說 女人要站起來 你們女人都不為了自己的權力站立的話 我們能做什麼呢 絕大多數說出這個樣子的話的人 就算她的女兒 她的老婆要面對這樣子的事情的話 他們也會說 啊和平最重要 不要傷和氣 基督徒要有愛 你幹嘛碰撕這些政治的議題呢 哎呀羅馬書十三章上面寫了 他們就是一群懦夫 只因為他們受洗過 OK 有去教會 並不代表他們有任何的勇氣 這些抗議人士 聚集在門口 不讓Riley Gang離開 事實上就是學校的報紙 Golden Gate Express 錄下來了這群暴徒的對話 他們在計劃接下來他們要幹嘛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情況是 Riley被反鎖在房間裡面 外面一群發瘋的暴徒 說著他們接下來的計劃 這個就是什麼 we're hoping to do 是看事情要保持平均 然後讓我們移動 讓我們那個派避 和平均 然後讓我們移動 讓我們移動 好嗎 不讓我們移動 告訴我們 證明我們要求助典 10塊錢 我們要求助典 我們要求助典 所以他們必須要做自己的工作 我們創造了一個工作 在這裡 我無法跟你們說話 我們不可以跟你們說話 不要讓他們留在家 他們不讓他們留在家 他們不讓他們留在家 那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想要做的是 維持我們現在做的 我們正在做的事 我們可以繼續談談 叫他付我們錢 對不對 這是裡面其中一個男性的同學說的 所以這裡是一群人 在一個年輕女孩不同意的情況下 把他扣留下來 然後要求要錢 這個不叫做和平示威 甚至什麼非法滯留 這個行為叫做 在任何國家不管撕不撕票 都是直接死刑的 這個是重罪中的重罪 任何國家的法律都是違法的 我不知道現在邏輯是怎樣 但是你不能召集著一群人 把任何一個人鎖在房間裡面 而且使用口頭或直接使用暴力來威脅 這個女生 Riley 應該要起訴每一個在走廊上的學生 在當下的每一個學生都應該要被退學 而且被逮捕 每一個在當下的站在那個地方看 拿著手機在那邊錄的人 應該要他們的人生應該要毀掉才對 這個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在上面每一個學生都應該要為了自己的行為而負責 他們在做的事情不但是非法集會 暴力遊行 而且還是擄人勒索 他們每一個人都應要進監獄 如果他們不被起訴 不坐牢 這些行為沒有任何後果的話 這樣的情形這樣的事情就不會停止 另外學校也應該要負責 如果 Riley 要告三藩市州立大學的話 我就算很窮我也會捐錢來幫他付這個律師費 我也要參戰 這個學校讓這樣的事情發生 把一個小女孩放到這麼危險的情況下 警察就在旁邊 他們沒有下令驅逐把這些學生 全部以transpassing 的罪名請走 反而讓這群暴徒在走廊上面 待了一個多小時 警察看到這個樣的情形 學校保安也在這旁邊 但是他們什麼都沒做 就讓暴徒在那邊一直站著 設想一下有一群暴徒 把一個女生追到一個房間裡面 然後待在房間外面拒絕離開 然後警察就在旁邊站著 然後說 Oh well I mean What are we gonna do Right What are we gonna do about it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對不對 Crispy Cream好像今天還買一送一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發現 Riley 如果要告那間學校的話 還有起訴那些在影片上面 那些學生的話 我們會發布 請大家跟我們一起捐錢給他的律師 每一個人在那個影片上面的人 都應該要負責 都必須要付出嚴重的代價才可以 當然這並不是上個禮拜 唯一發生的變性人暴力事件 在Riley Game被攻擊了幾個小時之前 有另外一個變性人恐怖分子攻擊 不一樣的是 警察成功的阻止這個事件的發生 這邊是來自Daily Wire的報導 科羅拉多執法人員逮捕了一名變性人 持有共產主義宣言 而且計劃在學校以及附近的教會 進行大屠殺槍擊案 這個新聞星期四下午才報導出來 但是3月31號的時候 就已經將嫌犯逮捕到案了 就在幾天前才有一名變性的恐怖分子 在田納西的一間私基督教小學 屠殺了六個人 其中包括了三名小孩 嫌犯是一名生理男性 但是使用著女性的名字 而且使用she and her的性別代詞 19歲的嫌犯罪名為 非法的計劃試圖執行兩起一級謀殺 還有刑事惡作劇 以及策劃干擾校園的員工 工作人員以及學生 嫌犯計劃目標為 Timberview的中學 Perry Hills小學 還有Pine Creek高中 剩下的都是當地的教會 嫌犯的家人將嫌犯的計劃告訴了警察說 他們試圖要執行校園槍擊案 而且他有非常嚴重的情緒管理問題 18區的司法律師發言人 跟當地的媒體表示 嫌犯正處於正在變性中的療程當中 警察說他家裡有大量的垃圾堆 甚至寸步難行 而且有眾多的盒子 裝著吃了一半的食物 上面都已經長毛了 而且還有大量的酒精容器在屋內 嫌犯甚至使用拳頭 把屋內的牆壁都打了洞 而且把門把扯了下來 所以在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這是一個有非常嚴重的心理問題的一個人 住在一個骯髒的髒亂的垃圾堆裡面 心裡充滿著暴力以及憤怒 那就算這個樣子 他的醫生還是認為問題是出在他的性別上面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繼續幫助這個人 繼續他的性別轉換治療 對沒有錯就是我們現在身處的世界 而且這個人全身上下沒有一個正常的地方 腦子錯亂生活廢材 但是只有當我們講到他的性別的時候 這個人就是絕對正常的 他的決定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幫助自己幫助社會 發現自己最新的內心深處的 我們到處都可以看到類似的例子 照道理說變性應該是讓他們找到自我 找到快樂讓他們的人生更有目標 更可以做自己但是卻失敗的案例 這些變性人與其變得快樂還有滿足 絕大多數的變性人 反而變成一個想要殺人 憤世技術的殺人犯 幸運的是這個變性的恐怖分子 在執行他的計畫之前被逮捕了 跟在田納西的那個不一樣 但是不可避免的就是 我們在這短短的兩個禮拜內 就量起變性恐怖分子出來攻擊的案例 一個被制止了一個沒有 在這兩個案子當中 我們看到了大量的變性人 跟大量的變性人支持者 衝進了州議會裡面攻擊 還有反對他們的人 還有把一個真正支持女人權利的人 關在大學裡面把它當人質 而且還要贖金 這只是短短的兩個禮拜內 發生的暴力事件而已 然後我們的政府在這個議題上面 繼續灑汽油 我們來看一下最新的這個白宮發霉人 Creen Jean-Pierre This has been one of the worst weeks for of 2023 so far in terms of anti-LGBTQ bills becoming law in states across America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their back We are so proud of the kids across this country who have organized protest and school walkouts to tell the politicians in their states to stop this legislative bullying I know that these political attacks can really take toll on people's mental health so I want to say directly to LGBTQI plus kids you are loved just as you are 對 繼續打 繼續暴動 我為你們的行為感到驕傲 這幾個禮拜 變性人的族群過得多痛苦啊 你們看對不對 他們罵人 打人 殺人 但是這幾個禮拜 他們身心煎熬啊 這些民主黨 這些左派 我們的白宮 他們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他們知道他們在刺激什麼 他們唯一懊悔的 就是上個星期 Riley沒有死在三班市的這個 州立大學裡面 他們希望保守派的人去死 而且全部死光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了解的 左派知道他們不可以 以一個理性的科學的方式 來學術的方式 來捍衛他們的計劃 不是因為他們笨到沒有辦法 沒錯 他們的確有一堆No need no color 但是這不是最主要原因 是因為他們的計劃跟觀點 不可能被維護 他們整個思考邏輯 就是一堆亂七八糟不合邏輯的 這個愚蠢言論 他們自己也知道 而且他們也看得出來 當他們試圖要來解釋 或者維護他們觀點的時候 有多丟臉 最終就是他們連女人是什麼都不知道 連嬰兒是什麼都不知道 連生命是什麼都不知道 他們也不知道愛是什麼 他們最終就只能 丟臉丟到一個不行 除了生氣怒吼 然後把自己的文憑職位學歷 全部都搬出來 只能證明搬給他們這些文憑 職位學歷的人 跟他們一樣 No need no color 連基本常識都沒有 所以這裡就是他們剩下的選擇 他們可以承認錯誤 他們可以說出實話 跟自己心裡最真實的感受 就是這一切全部都是他們自己編出來的 胡扯 或者是他們可以持續的 以另外一種方式來繼續進行他們的議程 這個就是他們有的兩種選擇 第一個 放棄變性人跟一切的性別教育 極端思想 或者是他們可以騷擾 攻擊甚至殺死正常的人 那我們都知道他們的選擇是什麼 這些變性人推崇人士希望殺死我們 他們認為他們有崇高的道德優勢 可以殺人的 License to kill 他們認為他們是有愛的 要創造一個有愛的世界 這就是為什麼當我聽到牧者 或者小組長在那邊說 愛大於律法的時候 我不知道會有多危險 因為沒有律法的話 就不可能知道愛是什麼東西 愛就只是一堆感覺 一堆情緒 只剩下性 慾望 雜亂 嫉妒 與其跟耶穌一樣成就律法來證明 最大的誡命就是愛 他們反而會用愛 來推翻所有的律法 來成就自己的慾望 這個就是人性 就是會敗壞 唯一能阻止人 成就自己的慾望 來騷擾攻擊 甚至殺死其他人的方式 就是 嚴刑俊法 如果有人還不認識基督 沒有所謂的基督徒說的 Holy fear OK 聖結的害怕 或是沒有懼怕 敬畏神的話 國家就要制定一個 令人害怕的法律 來治理人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有國家 為什麼會有政治 可是現在美國這個地方 司法系統是站在他們那邊的 他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們的政府驕傲的支持他們 希望他們可以繼續騷擾 攻擊甚至殺人 如果今天包圍Riley Gang 等那群人沒有被喝止的話 沒有被逮捕 而且付上代價的話 這將會是他們所需要的最終指示 就是他們想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想犯什麼罪就可以犯什麼罪 想要怎麼起來暴動就怎麼起來暴動 想要掘人勒索也是可以的 就算他們的行為被攝影機錄下來了 聲音也被錄下來了 都不會有事情 美國已經沒有法律了 已經沒有制度了 沒有共和了 只剩下撒旦 慾望跟邪惡 我這邊說的是美國政府 就連犯下聯邦重罪 掘人勒索被錄下來都不會有事 這個時候的攻擊就會完全不一樣了 只要打上民主自由愛的旗幟 就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就帶我回到一開始我們提到的東西 我們不能只讓這一些少數量的勇敢的年輕女性 去面對這樣子的暴徒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要參與的戰爭 而且特別是男人 在我的觀點裡面 我們就是應該站在最前線 我們就是應該站在每一場戰爭當中的最前線 我們有義務有責任有熱情 要守護正義 守護聖經的價值觀 就算你跟我不一樣 OK 你不是基督徒 你覺得我說的很有道理 但是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麼神啊 聖經啊 律法啊 但是你會在這邊看我們的影片 你就一定知道 你至少要保護女人 要保護小孩 如果我們只讓女人去爭取女人的權利 如果說我們孩子去爭取孩子的教育的話 然後在這邊說 祷告啊 對不對 請神賜給他們力量 讓他們當這個世界的炎燈光啊 他們會變得很孤單 他們會覺得被孤立 他們會變成一個非常輕易的目標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站起來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呼召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起來戰鬥 好 剛剛講的那個雖然是一件壞事 但是我希望是振奮人心的 讓所有的人都燃起了心中的戰火 要來起來保護女人跟小孩 這裡就來帶給大家一個更好的新聞 這邊是來自 Bright Bart的新聞 上面寫 星期四田納希的眾議院 驅逐了兩名民主黨的議員 因為這些議員參加了槍枝管理的遊行 而且嚴重破壞了議會開會的規則 Bright Bart的新聞報導 三名民主黨議員被納入除名的名單內 包括 三名當中只有Gloria Johnson沒有被除名 幾天前 4月3號2023年 州議院的議長Carmen Saxton說明 這個投票不是為了和平集會 而是Jones Johnson跟Parson 他們的行為破壞了多項的規定 以及州議會的議會程序 田納希人報社指出 這三名在議會內使用大聲攻 而且帶領著抗議群眾進入到了州議會內 在內不斷的嘶吼要喊著叫槍枝改革 這個報紙一直說這是一個 protest 遊行 但是根據左派他們自己的規定 自己的定義 他們對於衝進立法院的定義 他們的規定 這就是一個叛國 就是一個反叛 insurrection 這是他們自己定義的 所以照道理說 州議會除名 不應該是他們需要擔心的 因為照規定來講 照左派的規定來講 接下來應該要逮捕 要抓起來 丟到監獄裡面 至少關個3年到4年才可以 對不對 但是他們帶著一群暴徒衝進立法院 在立法院內使用大聲攻 這些有政治權利的州議員 帶著暴徒 帶領著暴徒衝進了州議會內 這是一個叛國罪 照道理講是要處於死刑的 但是就算我們不看左派的標準 這也是違反了州議會程序的規定的 田納希的憲法規定 我特別去看了 OK 州議會有權利驅逐 disorderly conduct 促成暴亂的人 這是州議會的權利 州的憲法寫著的 如果這不是disorderly conduct的話 就是帶著人衝進州議會 然後用著大聲鼓吶喊 中斷會議程序 那我不知道disorderly behavior是什麼東西 所以根據左派假冒偽善 對於1月6號的判決 其實就已經足夠來驅逐這些 no need no call 路了 而且要他們為他們的行為負責 但是就算沒有 OK 沒有1月6號發生 OK 我們還是有田納希的憲法 來執行這個權利 他們進入了州議會 最好的可能就是 他們想要弄個個人秀 展現他們有在做事情 然後希望可以剝奪更多的版面 然後下一次會獲得更多的選票 這已經是最好的可能了 最糟糕的就是叛國叛變 他們想要推翻一個民選的政治題目 然後他們現在被踢出州議會 我在這邊拍手鼓勵共和黨 幫他們拍拍手 OK Good job finally OK 當然左派這些人 包括媒體 所有的人都想要出來說 那些人是什麼 好像跟烈士一樣的 OK 歐巴馬也出來胡扯一堆 白宮也出來叫囂 AOC 什麼CNN MSNBC NBC 都說出來說 這個有多麼不公平 說什麼 這多黑暗的一天 民主的最黑暗的一天 經過幾年了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Dark day of democracy 民主黑暗的一天的解釋就是 民主黨不喜歡的那一天 任何民主黨不順心的東西 都可以是Dark days of democracy 911攻擊恐怖攻擊再度來襲 只因為他們不喜歡那一天 他們認為他們是貴族 他們在法律之上 他們在道德之上 他們在道德的制高點 這些事情不該發生在他們身上的 然後這些田納希的立法委員 以為會沒事 以為大家會閉嘴 因為他們是民主黨 他們是黑人 就跟變性人一樣 他們想要做什麼 就應該可以做什麼 然後現在他們這些人 也把自己當成烈士在看 這個議員 不對應該說是前議員 OK 出來說 他們就是民主的烈士 我們來看一下這位 Justin Parson 被開除之後 在議會內的演說 Glory and honor to God who brings those who've been marginalized and excluded into this place and tells them that you still have a voice that you still are somebody and that the movement for love and justice cannot be stopped because we still got a heartbeat because we still got a movement for love that needs us we still got people who are calling on us to act and to do something to all you who still believe that the best days for democracy are ahead for all of you who still believe that our better days in Tennessee are ahead I want to tell you that I still believe with you and how how is it that even now with Miss persecution on this holy week after my own brother Justin Jones representer Jones gets expelled from the house is it that we still have hope and faith and believe and the democracy of Tennessee faith and hope and the believe and the democrac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ow is it that you still have hope you descendant of enslaved people 首先 我來這邊先說一下 OK 這邊先暫停一下 這裡有沒有感覺到 這簡直就是絕大多數的教會 絕大多數的小組長 每次在胡扯的東西 這個人前幾天才衝進議會 然後現在在這邊講愛 OK 這個我等一下再講 我想要提醒的就是 民主不是一個基督教的思想 一個想法 基督教裡面民主是非常糟糕的 人民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民主只會變得淫亂 只會變得雜亂 只會變成合理化暴力 我知道我講到這邊會有一堆 很多台灣人會聽的不爽 因為台灣就是一個認為民主可以吃 可以喝可以睡的一個東西 律法神的話 耶穌才是愛 民主其實什麼都不是 人民有主權可以保護自己 可以來選擇代表自己的候選人是好事 但是人通常的選擇 的是對自己有利的 然後讓自己可以有優勢 然後去壓迫其他人的 會選一個候選人 通常不是因為那個候選人會帶著 所有的人 整個國家走在神要給的道路上面 所以說不要讓民主變成你的偶像 這就是為什麼 實界上面會說 不可以有其他的神 包括民主 你敬拜的是民主的話 人民投票說誰是神 誰就可以是神 投票出來神的律法不符合規定 那就是不符合規定 投票出來說男人可以變女的 女的可以變男的 那這些都是民主 投票可以投出來說 要閹割小孩是民主 民主如果可以當治理這地的神的話 那我們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糟糕 所以不管你是什麼 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共和黨還是民主黨 民主只是執政者 剝奪天賦人權的手段而已 所以不要崇拜民主高過於神 不好意思想要插這一段在裡面而已 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人 盲目的崇拜民主了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Hallelujah Jesus I remember that on Friday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hat my savior Jesus a man that was innocent of all crimes except fighting for the poor fighting for the marginalized fighting for the LGBTQ community fighting for those who are single mothers fighting for those who are ostracized fighting for those pushed to the periphery my savior my black Jesus he was lynched by the government on Friday and they thought that all hope had been lost the outside it rained and it thundered and everybody said everything was over and it was some black women who stood at the cross it was some black women who watched what the government did to that boy named Jesus they were witnesses as you have been witnesses to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anti-democratic state of Tennessee they were witnesses to what was going on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got quiet on Saturday yes I tell you it was a sad day on Saturday all hope seemed to be lost representatives were thrown out of the statehouse democracy seemed to be at its end seemed like the NRA and gun lobbyists might win but all that was good news for us I don't know how long this Saturday in the state of Tennessee might last but all we have good news folks we've got good news that Sunday always comes resurrection is a promise and it is a prophecy it's a prophecy that came out of the cotton fields it's a prophecy that came out of the lynching tree it's a prophecy that still lives in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in order to make the state of Tennessee the place that it ought to be in so I've still got hope because I know we are still here and we will never quit yeah 不好意思 這段有點長 我想要播完他這一段 雖然我覺得自己都覺得很浪費時間 而且我每次聽完都覺得 這個實在是太扯了 那我想要播完這段原因是因為 裡面有太多那個樣子的基督徒了 太噁心了 這個人真的以為自己是馬丁路德經 我常說基督徒不要彼此攻擊 但是我現在就要來攻擊一個 自己以為是基督徒的非基督徒 他在拿自己跟耶穌擺在一起 他跟耶穌平起平坐了 對不對他提到了復活對不對 充滿希望三天之後 他會復活了 復職了 因為他跟耶穌平起平坐 因為他帶著一群人 暴徒衝進了州議會 拿著大聲弓 呼喊著變性人殺人 是槍的錯 這不但違反了州議會的整個程序 跟流程還有規定 然後還因為觸犯了這些規定 所以他被開除了 沒有認罪悔改 大言不慘 支持破壞兒童健康的性器官 支持著變性人 可以讓性別錯亂的人 可以得到快樂 可以有醫師的大能 不是耶穌喔 不是神喔 而是那些變性的醫生 跟荷爾蒙這些藥 變性人拿著槍殺人了 就在他的州 但是不是變性人的錯 是槍支的錯 我們不需要認罪 我們不需要悔改 我們只要把所有東西都 灌在槍的上面就好啦 這個就是民主 耶穌要的民主 就是這個樣子 這些人就是一群小丑 而我們就是要這樣子對待 這些小丑 大聲的笑 嘲笑這些無知又自大的小丑 我想要起來鼓勵這些田納西的 共和黨這些議員 他們把這幾個人放在了他們 應該要在的地方 而且就是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規定 讓他們在那個地方 真的是當小丑 好醜陋 好噁心 在那邊假哭 假裝堅強 好像很有正義感 甚至現在還有聲音在那邊說 這是種族歧視耶 這是性別歧視耶 為什麼三個民主黨議員 兩個黑人男性是被開除了 但是只有一個白人女性是沒有的呢 Shut up We don't care OK 你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離開我們的立法院 離開我們的生活 我們不在乎你的感覺有多受傷 真理 事實 不在乎你的感受 不在乎你的感覺 什麼棉花田 什麼LGBTQ 亂七八糟的 這次共和黨的人做到了 共和黨應該做的事情 以過去的經驗來講的話 共和黨不可能做這些事情 他們不會做的原因 就是跟教會不斷墮落的原因一樣 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 他們會怎麼辦 如果我們叫他離開教會的話 他們會不會報復 對不對 源源相報何時了 我們要考慮的是合一 對不對 我們要在乎的是愛 對不對 我們要在乎制度 要在乎的是教會的和諧 但是我認為在田納西這些共和黨人 已經發現了制度已經不存在了 和諧已經不可能了 而且他們的確是在保護制度 維持和諧 因為田納西的憲法都這樣說了 如果有人帶著大聲公 而且帶著一群暴徒 衝進議會的話 就是要把他們提出去 憲法這個樣子說 而且過去幾年 我們也早就發現了 左派民主黨 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 去做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這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了 你就是會被壓迫 你就是會被打壓 保護自己的方式 維護正義的方式 就是我們也要用法律來維持 民主黨在那邊哭 說什麼田納西的這個司法不公 抵制民主政治迫害 同一週 兩天前 星期二 一個美國的前總統 在紐約被逮捕 被莫須有的罪名起訴 也就是說 他們現在正在試圖把他們最大的政敵 一個美國的民選總統 關到監獄裡面 但是開除這兩個人 就是民主最黑暗的一日 事實上就是 我還認為這是 這幾年來我們難得看到美國民主偶爾明朗的一天 偶爾 OK 偶爾 最後我想要討論的就是 他把耶穌跟自己擺在一起 他認為自己跟耶穌一樣是無罪的 OK 他就是救贖 他就是帶領人推翻暴政的人 他就是跟摩西一樣帶領著以色列人 脫離奴役出埃及的人 他有著神給的權柄 可以把權杖變成蛇 可以降下食災 在猶太教的實界 第一個是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 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然後他們把基督教的第一條誡命 跟第二條誡命 合起來變成了他們的第二條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以有別的神 不可以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以做什麼形象 彷彿天上下地和地下水中的百物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常常忽略的就是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 自己 很多人會說 這不就是自己不要拿出一塊木頭 或石頭雕刻出來什麼東西嗎 其實不是的 這句話最重要的是 不可以把自己當成偶像 不可以崇拜自己 不可以自我崇拜 不可以把自己當成神 那個人不是基督徒 那個人在崇拜的就是自己 在用自己的慾望跟想法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你讀過聖經 沒什麼大不了的 你認識耶穌 沒什麼大不了的 你認識神 沒什麼大不了的 撒旦也讀過聖經 撒旦也知道耶穌是誰 撒旦也跟神認識 還跟神在約伯記裡面 面對面的打交道 不只是這個樣子 不是只要會說出那樣動聽的話 只要會提到聖經的詞句的人 就都是基督徒 很多非常多是撒旦的跟隨者 聖經對他們來說 只是用來斷章取義 來滿足自己 合理化自己行為的道具 在這個道德敗壞 淪喪黑暗的時代 他們最會用的就是用聖經 來把自己打造的跟神一樣 這不但是我們最大的敵人 也是最容易誘惑我們的敵人 甚至是我們的孩子最可怕的敵人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一定要親自的去讀我們的聖經 不然如果我們遇到那個樣子 自稱是基督徒的人的話 我們就會以為只要讀過聖經 就可以達到共識了 就可以合作了 這樣子對我們來說 反而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製品